反手拉下旋如何发力 很多人反手拉下旋使不上劲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使不上劲问题出在哪大家知道吗 就是腿跟腰的力量没使上 很多人拉下旋靠什么 靠肚子去拱 我说的你们应该很多人怎么用腰 你们很多人是不是这么去用 是不是这么去拉手 然后往后仰 你们拉高调 是不是往后仰才能使上劲 给他放下慢动作 给他放慢动作 你们看一下这是错误动作 看着没有我身体是往后仰的 我的重心是往后仰的 这是大家普遍出现的问题 大家可以仔细看 看着没有 我往回收 看着没有往回收大家都是这么收 看着没有 但是使劲是往后做往后仰 看着没有 往回收大家都会 这么往前一轻就收了 但是怎么发力呢 你们只会这么去发力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我再给你们做两个正确示范 你们看一下 来 表白点个温度 正确示范 我先给你们口说 你看 这个慢动作你们看 是不是这么拉的 往前一轻 是不是就感觉 大家是不是收腰了 往外拉的时候 大家是什么 用肚子往前顶 这么去发力 然后有点往后做 老想这么把手掉起来 其实是错的 真正的发力应该是怎么样 你转腰的同时可以收 但是同样又有一个往侧 你看你的腿才能使上劲 往侧 然后靠腿的力量 靠腿的力量 腿带着腰 这么一蹬就起来 腿带着腰 其实大家不要这么去 大家不要这么去 也有点小蹬转的感觉 大家基本上是这么 你看是这种力量 看到没有 和这种力量 腿带腰的往蹬起来 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是有一个蹬转的 所有我们的正法手都是有蹬转的 就跟杠铃似的 你看杠铃如果扛在街上 大家这么去 看扛在街上 我这么去扛 你是扛不起来的 必须要怎么扛 这种力量 蹬起来的力量才能扛起来 知道吧 跟拉球是一样的 这种力量 并不是这种力量 我说的能理解吧 大家 大家看一看 看我怎么用的腿和腰 看到没有 我是用腿带起来的 这还看不到腿 一会有一个很侧面的位置 看到没有 我的腿 看到没有 腿带腰 看着没有 腿带腰 起来的 我给你教学 大家回答最多的事就是看到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 腿带腰 看看怎么带的 大家看 腿带腰怎么带的 看 蹬腿 看我的腿 蹬住地 带起来 带起来 看到没有 我蹬 蹬住地 带起来 蹬住地带起来 并不是这样前后的拱出来的 能看明白吗 先看错误示范 再看正确示范 看一眼这两个对比一下 先看错误示范 先看错误示范 看到没有 这错误示范 先看错误示范 我的腿没有蹬地 看到没有 我只不过把这个胯 腰收进去了 然后腿是坐着 坐着出去的 看到没有 我腿是这么出去的 看到没有 这个是正确示范 用腿带着腰 是这样 这不一样了 这是错的 这是正确的示范